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12月31日,中国拼协正式发布通知,宣布处罚在赛场为继的世界冠军方博,及其国家队主管教练刘志强,方博所在的俱乐部天津权健,也遭到罚款。 中国拼协在官网发布了中国乒乓球协会,关于对运动员方博,天津权健俱乐部及国家队教练刘志强进行处罚的决定,通知对冲突事件进行了回顾,在12月29日进行的2018-2019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男团,第12轮第59场天津权健主场对阵八一南昌的比赛中, 天津权健俱乐部运动员方博,因发球是否擦网的问题,与当职裁判员发生争执,导致比赛中断近三分钟。 比赛继续进行后,方博重发球,并在此回合失误,失掉一分。 随后方博在走到副裁判旁边准备擦汗时,故意将毛巾架踢倒。 主裁判针对方博的不当行为,对方博给予处罚,直接判对方得一分。 本场比赛结束后,方博位于当职两位裁判员握手。 对于方博的不当行为,中国拼协发出处罚决定,对运动员方博给予停赛两场,2018-2019赛季拼超联赛第13、14轮的处罚,同时扣除天津全健俱乐部5万元人民币的主场承办费。 如方博在今后的训练、比赛中,在有类似有损乒乓球项目形象的不良行为,中国拼协将取消息国家乒乓球队队员资格。 方博的国家队主管教练刘志强连带被处罚。 国家队教练员刘志强,平时疏于对运动员管理和思想大德教育,对所主管队员出现的赛风赛季严重问题,反馈情况不真实,避重就轻,做事态度敷衍了事,中国拼协对其作出警告合罚款以万元的处罚。 在刘国梁当选中国拼协主席后,处罚方博是他所掌管的拼协做出的第一个处罚决定,体现了他撇万日军的决心。 而对于方博教练刘志强的处罚,也是对国拼教练组的警醒和敲打。 东京奥运会日,一临近,面对着日本的巨大威胁,刘国梁通过重罚重塑国拼纪律,让国拼上下保持警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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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